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 我是老王 我想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 非常想要出国去玩玩 甚至去外线市玩也很高兴 但是疫情还没有解除 所以想要出国去玩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一位观众 Matcha 他是旅行社的领队 经常会带团到世界各国 他认为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泰国 常常住酒店的他 某一天泡澡的时候 却拍到了一张可怕的灵异照片 那张照片我看过以后觉得相当诡异 在今天的节目结尾 老王也会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先来说灵异故事 今天的故事地点就是来自泰国普吉岛 普吉岛是泰国很早期开发的海岛 观光资源成熟 除了美丽的海滩和丰富的水上活动 你可以去寻找人文历史的痕迹 去购物区大肆采购 享受太阳下山后的夜生活 大探便宜又道地的泰国美食 所以非常多人会去普吉岛游玩 我们的观众黄小姐 都搞了一则灵异故事 就是在普吉岛发生的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我的外公是黑面王爷的寄生 妈妈是天生自带的阴阳眼 而且容易招来一大堆有的没的 小时候曾经听过妈妈说过一个灵异经验 那一天妈妈把我们哄睡以后 一个人骑着摩托车 打算去找在余温兼工兼过夜的爸爸 余温不意外 都是建在很乡下的地方 妈妈在某一条荒烟漫草的道路上 等红绿灯的时候 突然听到右边的草丛 好像有着稀稀疏疏一样的声音 妈妈就好奇的往右边一看 发现一个穿着白衣 劈头战法的女鬼 用这座走路的方式从草丛里面窜了出来 妈妈傻眼的当下 立刻又把头转正 目不斜视的盯着头顶上的红绿灯 期盼着她快点转绿 女鬼仿佛好像知道妈妈看得到她 又从马路边爬爬爬爬爬爬 爬到了摩托车的前面 慢慢探头 用极其变态的方式 爬到龙头上看着妈妈 妈妈当下一直装装没有看到 接着她又往下爬 爬爬爬爬爬爬 爬到了后面就不见了 眼看着红绿灯快要转绿的时候 妈妈的右耳有一个很轻的声音说 我可以再回车了 红绿灯刚好转绿了 妈妈的摩托车就像是一支箭一样 头也不回地加速离开了那个地方 由于这类事情实在是发生过太多次了 外公为了避免妈妈真的出事情 于是就把妈妈的阴阳眼给封了起来 这就是我妈妈的灵异经验 接下来我要来说我的可怕亲生经验 我有一个弟弟 两个妹妹 因为外公的因素加上妈妈的体质 所以遗传到我们这里变成 弟弟没有灵异体质 二妹偶尔可以看得到鬼 而小妹完全遗传了妈妈的体质 拥有阴阳眼 而我从小到大不只没有灵异体质 我还是出人名的神经大条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小蜜 我们约好一起去普吉岛玩 普吉岛大家知道的 应该就是南亚大海啸 这是一个五天事业的行程 前三天我和小蜜在普吉岛玩的时候 都没有遇到什么怪事 直到最后一个晚上 由于方便隔天搭机回台湾 旅行团把我们拉回了 巴大亚的饭店下塌 那是一个很炎热的下午 导游把房间钥匙交给了我 并且告诉我说 入住之后一直到晚餐之前 都是我们的自由活动的时间 你们可以在附近的商场关一下 顺便采买伴手礼 我和小蜜听完以后 迫不及待的上楼 找到了房间 我很自然的把钥匙插入孔洞里面 咔的一声就把房门转开推房进去 围开房门的那一刹那 我看到了地毯一闪而过的黑影 当下的感觉是 难道房屋人员还在里面清洁吗 他还没有离开吗 我把门完全推到底之后 左手边是挂衣服的地方 再过去就是书装台和电视 右手边则是浴室 过去一点点有两张端人床 一张仅靠着落地窗 另一张则是靠着浴室的墙面 而我的正前方是一大扇的落地窗 窗帘都是拉上的 泰国的阳光很强烈 虽然窗帘是拉上的 但由于是下午 整间房看起来还是非常明亮的 刚进门的那一道黑影 难道是从亮光处 一下子到微暗处所产生的错觉吗 接着小蜜开始整理他的行李 而我走过去将窗帘给拉开 当我拉开完 转过身的时候我愣住了 我突然看到一个穿着 把我蓝色泰国传统服饰 只有左半边身子的身形 他就站在浴室 一半在外面一半在浴室 好像在偷窥一样 不到零点五秒他就缩回去了 当时我没有害怕的情绪 而是带着一种不可能 我一定是眼花了 应该只是眼花了 我就往浴室方向走了过去 我缓缓打开了门 没打开完全没有人 我只看到浴室是一个没有浴缸的淋浴间 淋浴间有白色的防水浴帘 但是呢 防水浴帘是没有拉上的 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见 整间浴室空空如也 小蜜这时候问我 说干嘛你要上厕所 我看着小蜜想着 我如果跟小蜜讲 他应该会很害怕 所以我就回小蜜 没有 我只是想看看浴室长怎么样 接着我们随便收拾一下 就出门逛街了 接下来的行程就是买买买买 吃吃吃吃吃 鱿鱼买得太愉快了 我也就忘了下午下它的时候 发生的小插曲 就这样 用完了晚餐 我和小蜜回房间打算洗漱过后 再来好好整理一下战利品 我让小蜜先去洗澡 轮到我的时候 我拉上了防水浴脸 我习惯先洗头 正要抹上洗髮精的时候 我头顶上的灯突然熄灭了 我随口往外喊了一句 哦 小蜜不要闹啦 接着灯就亮了 我继续洗着洗着 终于把头上的洗髮精冲干净了 接下来要洗身体 忽然灯又关了 我就遮了一声说 哦 好了哦 灯亮了的瞬间 我吓到抖了一下 我看到防水浴脸 有一个黑色的人影 我马上把浴脸拉开 没有人 那我看到的人影是谁 在这个当下 我真的是吓到了 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 寒毛立起来的感觉 我非常快速的把身体随便搓一搓 走了出去 边洗边说佛号 等我洗好出来 我看到小蜜坐在靠墙的床上 整理行李 我就坐在我的床边问小蜜 小蜜 你刚刚有关我的灯吗 小蜜回答我说 我没事关你的灯干嘛 我还想说你干嘛在浴室里面 呜呜呜呜呜的叫 我丑过去浴室想说你是在哭什么 要关心你的时候 你竟然开始在唱英文歌 你很可以 竟然还会唱英文歌 我傻了 我呜呜叫 我还唱英文歌 我连母音子音都分不清楚的人 我连他的爸爸都找不到 你说我会唱英文歌 我真的是安博李伯伯啊 我吹着头发 想起了下午的情况 难道是那个蓝色服饰的泰国人吗 不会吧 我不是没有另一体质吗 后来我也没有再和小蜜多说什么 眼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因为明天还要找起大飞机回台湾 我们也就关灯就前了 我躺在靠近落地窗的那一个单人床上 背对着小蜜 面对着落地窗的知识入睡的 想当然我是睡不着的 刚刚发生那些事情 让我觉得越来越害怕 那个宝蓝色半生人影是什么 莫名的灯灭 吾吾声和英文歌到底怎么回事 突然 我耳边传来一连串沙沙沙的声音 这个声音我很确定 是有人穿纸拖鞋 走在地毯上摩擦的声音 沙沙沙沙沙沙沙 应该是小蜜起床吧 所以我就转过身 才发现小蜜躺在床上 嘴张开开地在睡觉 接着这个沙沙声 从厕所方向传了过来 沙沙沙沙沙沙 我马上把棉被盖住了头 不管被窝里面再怎么闷热 我也不准备把头给探出来 但是这个沙沙的走路声却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声 直到停在我的床尾 到底怎么办 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 我突然想到从台湾出发之前 有一个跟我交情还不错的导游 他给了我一包粗盐 和一片芙蓉叶 跟我说泰国不太干净 这包送给你保平安 我就把它放在我床边的包包里 但是床尾 那个鬼就站在床尾啦 好不管了 我们做人怕什么呢 于是我瞬间做出 伸懒腰的姿势 想说让鬼觉得我在梦游 瞬间去拿了我的包包 躲在被窝里面 当我拿好那一袋出眼以后 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来的想法 我打开了棉被 把包包放回去 当我头往地板一探 我的天啊 那个鬼就躺在地板跟我拭目相交啊 我火树撞回了我的被窝里 用力把棉被盖住我的头啊 这期间我各种脑补了 完蛋了 他要爬上来了 这时候 围着想着外公的黑面王爷 黑面王爷抱抱我 拜托 拜托 我不夸张哦 一股暖流从心脏里面涌出来啊 就好像有人抱住你的那种感觉 叫你不要怕 现在我在你身旁 我不晓得是因为太热才有这种错觉 还是怎么回事 最后 我真的睡着了 当我在清醒的时候 外面天色已经大亮 而我 则是一身湿啊 大概是昨天一直闷在被窝里面 给闷出来的冷汗吧 但经过了昨天的怪事 我也不想在静虚浴室里面洗澡 我只好顶着一身发酸的汗臭味 登上了回台湾的飞机 之后 我还是没有灵异体质 只是好像到了不太干净的地方 会起鸡皮疙瘩并且坐立难安 仅此而已 然后想要跟大家说 信念可以给人动力跟能量 只要你相信自己拥有信仰 那么你就能够顺利并且成功 如果你觉得自己一定失败 那么你注定失败 很多人说要我不要再讲all power 会让故事变得不可怕 但是人活着真的是需要信念 我也希望透过all power 让大家充满了动力 我们的观众某一天泡澡的时候 拍到了一张可怕的灵异照片 究竟照片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你会怕 也不用担心 只要想着all power 接下来就让老王陪你看 灵异照片 这张照片我真的觉得很像 恐怖电影会出现的那种小女孩 就站在浴缸旁边 感觉有没有像今天的主角 站在床尾的人呢 你认为呢 照片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看到的话 就留言all power 让自己的磁场增强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留言处有更多灵异故事 可以拿下去看 如果你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有灵异故事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